大家好,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镜叫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单上最新消息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Direct to consumer 就是直接对消费走 你无论是通过亚马逊 eBay 书卖通这种平台处达用户 还是自己通过Shopify 或者其他的SaaS 建策 处达用户 关键的点 Direct to customer Direct to consumer的核心点是 你是不是能跟用户处达对话 能不能让他进行再次消费 他会不会对你的整一个产品的价值 以及你随着这个产品来的这种服务价值 因为购物体验了 他是不是认可 会不会产生二次消费 三次消费 即使在平台的体系里面 他可能是搜索型的 对吧 在亚马逊搜索机购买 对吧 Google是搜索判断再购买 这整一个包括Facebook 你看到了触达再购买 都没有问题 关键是让用户能够对你 这个我们叫Icon也好 产品有印记 就包括你对应的在物流订单履约层面 在流量的配比层面 在整一个以金融为核心的 售前售中售后 这整个服务层面 其实这个才是DTC的核心 是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 那从亚马逊品牌来讲 你的认知度其实是有可能是够的 你足够的购买者 你足够的这个 付购的流量 或者说你在这个平台里面 足够的排名靠前 你有对应的这种转化 这个认知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你对亚马逊的这些用户来说你是够的 但其实我们讲到一个品牌 你除了要你的认知度 在某个范围内去做认知的这种扩大和触达之外 其实你还要你的品牌的美誉度 和你品牌的忠诚度 对吧 那这些其实坦白来讲 可能从DTC的这个模式去看 独立战是一个好的选择 当然它不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这也不代表你的独立战就可以替代你的平台 对吧 那更加不代表说你今天在做的亚马逊 它遇到了一些规则的变化 你应该放弃它 不是 其实这个规则在慢慢的在梳理之后 反而对于大家来讲相对公平了 当你有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的 其实我认为就是你当年 沉淀了这么多年的这种供应链 有权威的这些卖家来讲 你肯定比别人还是要好的 你的这个叫腾罗的空间 对 灵活度会更强 对 相比那种完全就是 依附在非常浅诚的供应链上面的人来说 你的机会其实更多 是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做了12年国际供应链 然后辗转做卖家 做独立战服务生态 最终变成一个金融的支付服务的 就是这一个掌门人的Selina 巴拉巴拉的 我们聊了快1小时了 有吗 有 如果这样你去 因为这个时候是7月份 我们卖家来说 7月8月9月 顶天到10月 这4个月时间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事情 无论是平台卖家 独立战卖家 B2B卖家 甚至说我们去做一个 怎么样布局 你会给什么建议给大家 OK 其实今年经过这个 就是6月份的这种波动之后 这个风波下来之后 其实在这个风波之前 我们也看到独立战的很多卖家 应该在6月10号左右吧 也出现了一个风波 就是Facebook来了个政策 说这个接下来 要用什么样的账户验证的模式 那这里呢 其实对于独立战的卖家来讲 它也是其实也是一个难题 所以不管是平台卖家也好 不管是独立战卖家也好 大家都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所以不是说某一些人会特别好过了 不是了 就是大家都面临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一个环境所在 那在大环境下 讲回来今年的6月份 其实Prime Day 亚马逊的Prime Day提早了 在6月份的21到22号的 对 对 但我们也会看到 好像波兰也不这么大 对吧 不 就平平淡淡就结束了 是 然后包括我们也看到 Walmart Be Safe 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这种这种可观的迹象给到大家 对吧 也没有太大的惊喜 那大家对黑五接下来就有点很难预估了 就是会有余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各种平台在做波动的情况下 包括独立战各种政策在做变动的情况下 那下来之后对于一个卖家来讲 可能他走的稳 比他所有的这些走的快 走的前的可能他会更好 有时候就变成一句话了 你的慢 反而是快 你这个倒让我想起了一个 就在昨天发生的一个案例 就是厦门的某公司 数什么公司你自己收吧 这家公司是一个90后海归 一个年轻小伙子 叫王某某人自己查吧 这个网上也有很多了 曾经他是一个明星企业 好像也被平台去做推荐过的 怎么怎么样 但是从昨天流出来的一些信息 我们还没验证过 不是这么讲 里面陈述的是一个一家公司 因为平台的这种政策大变化 他们的吸尘器什么产品 一个又做几十万利润的产品 因为被撸掉了 所以整个公司就是休克 休克冻结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我特别惊讶 他们做的一个决定 要把公司解散 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任何一家公司 你说成就也好 或怎么样也好 总会拨风拨拦的 对 然后因为这么一个事情 要把公司解散破产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公司 然后就接回刚刚我们提到 这条 神灵塔背后这条道 是大家看是深能大道 就在深能大道上面有几家公司 在左边是创委 还有旁边是中芯 还有这附近是腾讯 这些企业在这么多年里面 我们不说它不能用伟大来形容它 但这些公司都是一个 在行业里面经历个风雨的 稳 慢 可能就是快 而经历一点点波动 就完成说不干了 不玩了 是解散了 那只能说明一点 这家公司本来就 它的出发点可能就有一个巨大的问号 尤其是我注意到他们里面提到一句话 叫5年完成IPO 我的天哪 这个资本是吧 双刃见了 是 一方面它给了很多很好的支持给我们 另一方面它鼓声鼓吹了某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亚马逊的VC 我们就知道了 有一家公司在香港上市了 就是亚马逊VC为核心了 好像最近也出了问题 我不讲名字了 做小家店的V字头的 你们自己看吧 好像也出现类似问题 所以其实无论是温水煮青蛙 还是说以变硬不变 还是说以稳以慢就坏 关键点其实还是 就是我们在整个认知 能够去突破 第一次跟Selina 这位赵耳拔筋在聊那么多 算是第一次赵耳拔筋聊那么多 算了 以前可能更多是一些 浅诚的业务丑面的 还有 其实Selina常常行的好东西 没有 他刚刚提了一句 大家可能没知道 说我们你看 我们跟Shopify 电降 扭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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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hot XShoppy Shovy 我发现他们什么都有 最后问一个问题 独立站下半年 你们准备做什么事情 独立站下半年准备做什么事情 对 在独立站的收单的板块 如果下半年来讲 我们其实也同样 希望我们不管是在各种条件上面 都能够去适配我们卖家的用户的需求 帮他们做好独立站的生意 从资金的板块来讲 从支付的整个板块来讲 我们能做的东西 希望客户向我们去提出来 我们其实最大的特质也就是拥抱变化 对 阿里的这句话其实很多人都喜欢 拥抱变化 对 是吧 好的 因为时间问题 我们没办法把这个话题继续延伸了 Selena其实是一个保障女孩 藏了很多一些 突然间我觉得我 这个话怎么说 这保障女孩这个词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是你我都是从B2B出生的 你我都是从供应链 我比你更走的远一点 我还直接走到国际零售里面去 当我们看10年前 我们的一些工作经验 一些思路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跨际电商 这一个这种震荡变化休克 甚至向厦门这家公司传言 因为某些变化 要把公司直接解散了 其实这个是他的调整步伐的时候 用一句老话叫姜还是老的辣 当没有经历过社会的痛打的时候 你能扛受的这风险的变化能力 其实是每个人 无论是作为一个卖家 作为一个服务商 甚至作为一个简单的 就是我就是一个职业人 我们都需要经历过这种痛打 一个震荡就要把公司解散了 那只能说明这家公司 本身就建造在一个不健康 对不健康的状态上面 现在最后大家有时间 如果来深圳的时候 可以好好去看看这条深灵大道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深灵大道是1986年还是80年 1980年4月份就建起来的 这个我倒没有查过 但是也欢迎大家 如果来到深蓝大道的话 你来我们公司 要到大冲来24楼 对手心意之父 欢迎你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关于更多多平台多渠道 无论是从产品供应链 物流流流量资金 关于更多事情 关注跨境阿米秀 我们有更多的就跟大家分析 非常谢谢Selina 我们的手心意之父的总经理 更多的资金 逐利站收单 找不到他找我 谢谢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拜拜